我终于为拓竹的多色打印 遭到了一个合适的应用 一个模型灯塔 塔身上是这样的红白相间的图案 然后在灯式的这个部分 我用的是银色来打印的 毕竟想要体现出一种反光的感觉 这样就既利用了拓竹的AMS 能够在一个模型当中 使用不同材料的优点 又避免了像我之前 竖着打印航母模型时 频繁换料引发的大量浪费 与倒塌的风险了 算是一次小小的成功了 在BAMBOO STUDIO里面 填色也是相当的方便 基本上就是很直觉的操作了 所见即所得 我把它缩小到45毫米高之后 再加上几个五金件 马上就能够变成既精致又独特的钥匙扣了 这个东西你外面可是买不到的哦 对了最后给你准备一个问题 为什么灯塔身上是需要涂上 这样的红白相间的条纹的呢 我会在回答准确的朋友当中 挑一两个出来 把它送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